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今天正式獲得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提名 敬續連任 同時間 他發佈了第二任期的十大政綱 在這十大政綱當中 排第一位的就是就業政綱 第二位就是要對抗疫情 第三位就已經是講到美國要結束對中國的依賴 由此可見 特朗普是將對華政策擺在一個非常之重視的位置 十大政綱當中排第三位就已經到了 而且 特朗普在過去兩三個月以來不斷地對外放風 威脅要將中美經濟脫鉤 現在看來絕對不是玩玩玩 而是禮真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若然特朗普是將他最新的對華政綱一一落實的話 就無異於要切斷中國的經濟動物 他最新的對華政綱是有五大重點的 第一點 就是要從中國帶回100萬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 要帶走這些就業職位 特朗普當然就是要想辦法來哄探美資企業 從中國撤出回流回美國 若然他是成功做得到 這樣將會對於中國經濟復甦的進度 帶來極為嚴重的打擊 實際上現在全球都是處於一個經濟下行的狀態 外貿訂單有段時間都未能回籠回中國 所以大陸政府才要搞什麼國內大循環的經濟 各位身處在香港的益友有沒有發現得到 今年自從過年之後 八個多月以來 聽天氣報告 甚少說香港出現什麼霧霾或煙霞 極少 而且差不多如果是天晴的話 那天肯定都是天朗氣清 空氣質素比起往年就好得多了 為什麼 很明顯就是因為豬三角的廠房 就算他真的有復工復產也好 進度肯定都不方理想得去哪 如果不是 怎麼會香港的天氣突然變得這麼好才行 難道香港沒有人開車出街嗎 還在賴香港的什麼路邊監測 什麼汽車廢棄 不要說謊 是不是 只要大陸的工廠停工 馬上我們就已經有個藍天在 所以特區政府十年前 什麼廖秀東局長 環境局局長 當年搞什麼藍天行動 還我藍天 不斷叫那些汽車的車主要換車 歐盟有多少刑 全部都是廢話 只是看看今年天氣的情況 就已經知道 空氣污染的來源主要是來自哪裡 還說那些什麼汽車廢棄 簡直就是狗牛一毛 每個人就在這裡 找一些藉口出來 不願意面對真相 因為真相就是你根本上 如果大陸開工復工復產 你是搞不定空氣污染的問題 你怎麼跨境去規管他 所以就在這裡 賣手 搞什麼汽車廢 以為自己正在做事 這件事是要面對的 說回特朗普這個 對華政綱 第二點是什麼呢 就是 向那些 回流美國的企業 提供稅務優惠 這件事他肯定會做 現在也是正在做的 只不過是要推薦多四年 提供那些誘因 同時之間 特朗普又不再減那個對華關稅 事實上那些美資企業 在計過度過生產成本之後 可能他會發現 回到美國生產 一來又不需要交關稅 二來 那個 運輸成本又是減少了 因為那些產品 縱然在大陸那裡製造也好 他主要都是外銷回去美國 大陸那些人哪有那麼多有錢人 去買才行 正如總理所說 有6億人口 每個月收入1000元人民幣以下 買鬼買馬嗎 好了 第三點是什麼呢 就是准許那些 回流的必需品行業 例如是製藥廠 或者是機械廠 提供百分之百的費用扣除 特朗普使出這一招 明顯就是總結了 今年疫情大流行的經驗 不想再被中國拿著 關鍵事業 所以就叫那些 生產線撤離中國 搬回美國 將供應鏈等東西搬回美國 不再依賴你中國 第四點 就是拒絕向外判給中國的企業提供合同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美國政府是發現得到 我判了一個合同給你 然後你去生產的時候 原來又判給大陸的公司 那就可以了 以後不用再找你了 這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 美國就說要從中國 帶回多少百萬個就業機會 那些是說美資企業本身所請的人 然後 其實美國政府 批評那些合同出去給美資公司 那些美資公司 不會在美國生產的 很多都 因為美國的工資成本太重了 所以他們又再 判給大陸的公司 或者是他們在大陸所設立的子公司 其中一間就叫做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 在7月份的時候 才接了兩百多億美元的訂單 是製造軍機的 但是 並非所有的零部件或者工序 全部都在美國的樹製製造 有些是轉批給 波音公司 位於天津的子公司 而且波音在上海也有一個維修廠 如果按照特朗普現在最新的對華政綱 波音就不能再批評這些 合同給大陸的子公司 這樣對於大陸經濟的打擊 是很嚴重的 因為那些大陸的公司 就再不能夠拿到一些轉批級的合同 是跟美國政府的資金有關的 因為特朗普講明不給 而且這個不給是講四年 大陸要多捱四年這些日子 那這些公司是做什麼呢 有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是可以轉批給那麼多合同 是跟美國政府的金額 是旗鼓相當的 當然有些人會批評 大陸的公司不只是做美國政府 批出合同的生意 但是這麼多肉當中 這塊偏偏就是最肥美的東波肉 第五點就是 要求中國完全負責這個疫情 就是追責撒培 如果特朗普真的追責起來的話 他真的有很多花椒 當然他可以去國際機構申訴等等 但是我猜他不會用這些正路方法 因為用這些正路方法 事實上他在世衛的架構那裡也做過 是不是 又說世衛組織去調查 那一講完調查之後 那個世衛大會開完之後 特朗普都說索性退出了 就是說他根本上 對於這些所謂國際機構 他們所做的調查 都是不寄於厚望 在這樣的情況下 特朗普一定會玩些花椒 兩個星期前 他又找一些共和黨的參議員 去說什麼中華民國的債券 等等 又說到萬多億美元的價值 他實在太多的想法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奇人 他不是一個 下售到傳統的 所謂什麼政治道德 制褶的一個政治的迂腐佬 所以 他真的什麼都做得出 什麼都想得出 什麼都說得出 所以你不能夠排除 他會用什麼的手段 什麼的橋段 去做事 如果他是有多四年任期的話 他的操作空間就會大很多 好了 面對著特朗普現在經常在 反覆地提出中美脫歐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就有些話說 駁斥一下他 首先王毅就說 所謂脫歐的論調 既不可行 亦不合理 但是特朗普現在正在推動 那些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說不可行呢 莫非特朗普用石頭 砍自己的腳 王毅還說 如果只是對此進行政治操弄 即是無視自身的發展需要 損害普通民眾的福祉 是一條註定走不通的死路 如果中美脫歐的話 首先損害到的一定是中國的民眾 而特朗普的眼中 若然中美不脫歐的話 損害到的就是美國的民眾 這個就是特朗普的視覺 當然王毅就說不認同 好了 王毅還說 強行剝離國與國之間的既有合作 完全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 違背企業的自主意願 必將好像非去來氣一樣 最終雙及自身 什麼叫非去來氣呢 即是一發出去的回歷錶 一飛就發出去 彈自己打 非去來氣 即是回歷錶 他說 違背什麼市場經濟規律 諸如此類 到底是哪個國家 沒有遵守到 世貿組織的規定開放市場呢 是不是 好了 王毅還強調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市場 隨著中國進一步激發 和振興內稅 中國將會為世界各國 提供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以及更巨大的市場機遇 到底中國 是否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市場呢 那個潛在市場是怎樣計算的呢 是不是以有多少潛在消費者來計算呢 還是以人口來計算呢 其實印度說的人口 已經將會超越中國 照計 那邊的消費者 人口 比中國多 那邊才是最大的潛在市場 還是怎樣計算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總理說過 有6億人口 每月收入是1000元以下 9億人口 每月收入是2000元以下 那這9億人口 到底能否計算到潛在市場呢 這班人可以買到什麼 每個月只有2000元人民幣買什麼呢 另外 他還說到 任何和中國脫歐的企圖 都是和未來全球的最大市場脫歐 和自身發展的最大機遇是脫歐 也是和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脫歐 就是說中國就是時代潮流 你和中國脫歐就是和時代潮流脫歐 這樣 喂 照計美國 特朗普這樣 經常說要求中美脫歐 你應該承傳他 讓他求人得人 根據王毅的說法 如果特朗普真的搞中美脫歐的話 美國將會自絕於全球的最大市場 將會自絕於自身發展的重大機遇 將會自絕於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喂 好事啊 等美國自己撞板自滅 是不是 其實王毅這種說法 在之前英國說要 想封殺華為的時候 中國駐英國大使王曉明 都說過類似的東西 就說如果英國不用 華為的5G技術的話 就會自絕於未來 現在又說 美國就會脫歐 脫歐那樣脫歐 那就對 就等他死 特朗普要死 你不讓他死嗎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